哈喽,大家好,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我现在在泰国啊,我现在在泰国的清迈来到太北 那现在呢,泰国的清迈啊,非常的凉快啊 但是这个阳光还是挺刺眼的 所以我也要穿这个防晒衣啊 但是温度的话呢,是差不多在二十七八度左右这样子 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古城这里啊 大家如果来过清迈的话,应该非常的熟悉 对,前面的话呢,就是那个塔配门 那现在呢,我要去住那个酒店啊 我现在换了一家啊 然后,要去入住了 叫做什么塔配酒店啊 特别的高 如果说你订这家酒店的话 从机场或者是什么地方打车的话 都是可以打到的 因为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吧 这么高的一层酒店 风景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去入住吧 哎呦,很高 没有人来给我拿东西 上一次我来的话一下车就有人来帮我拿东西 我先戴好口罩 因为在外面的话是没事的呢 哎呀 已经这个门帮我打开了啊,挺好的 这个大堂还是很大的,很安静走进来 很舒服哦 然后里面就是吃那个自作早餐的 现在应该吃午饭他们啊 我们去入住看一看 我已经拿到钥匙了,在605房间 还是这个大酒店啊,服务的好一点啊 直接帮你拧行李箱,然后有电梯 这么一晚的话也就现在打折也就200多 在第六层啊 看看房间怎么样 哎,我上次来也是住这边 这个门怎么回事 打开了 很大 很大 这房间很大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怎么样 它的设计 一进来的话呢 这个洗手间啊 哇,这洗手间特别的大 真的很大 然后有什么呢 这个是沐浴露啊 洗发水啊什么都有啊 还有浴帽 两个插手的 然后杯子也都有 这个真的非常大 一面镜子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这个吹风机啊 一个吹风机在这里可以放这里用 马桶 马桶 哎 它这个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冲枣的 也有这样的一个浴缸 非常舒服啊 我上次来的话 就很喜欢在这里泡枣 就玩泪的话呢 就可以泡泡枣什么的 很舒服的 非常大 很干净 然后还有这个 睡袍啊 都有这个衣架 如果衣服多的话呢 可以这样放 这里吧台的话呢 就是 这瓶 这两瓶水是免费的 这两瓶水是免费的 然后一些咖啡什么的 是免费的 一个冰箱 冰箱的话呢 我买了一些水果 什么放这里 这瓶水不是免费的啊 这个是711拿来卖的 这个很贵的 这个要20多株一瓶啊 免费的水在上面 你提前把这个水放到冰箱里 冰一下吧 放冰箱里冰一下啊 这冰箱里的水不是免费的 然后可以把这个行李放在这里 电视机可以看电视 很宽敞的 非常大 这个床也特别的舒服 很舒适的 我最喜欢这边什么呢 因为这边大家看 这边打开窗帘 是不是很惊喜 就直接可以看到这古城 因为这一面的话呢 就是靠古城啊 如果说你在另外一面 就可能看不到古城 然后一张沙发一躺 这里特别舒服很惬意的 这边打开看一看给大家 非常舒服 我上一次住这边的话 也是在这个古城 这边可以看到古城的 那打开这个窗户 哇 好美啊 然后那一边 这里呢就古城 大家看到了吗 那里就是那个 迪卡龙寺啊 清脉最有名的 然后就是在清脉古城里面 中央的那个寺 到时候带大家去看一看 然后这边那一边啊 后面那个后面 是不是有座 有座山啊 好像就是那个树贴山啊 然后机场呢也是在那一边 可以看到这个古城的一个全貌 我上一次应该住的是在楼上啊 更高 所以看得更远啊 这一次是在六层楼啊 六层楼也很棒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护城河嘛 可以看到车来车往非常的舒适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些全都是民宿啊 全都是酒店什么的 很多 其实古城也挺大的 走起来也很舒服很安静 其实这家酒店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就是啊 我订的话是250块嘛 然后还有自助早餐这样包括了 那在以前我去年订的话就是 包括这个早餐的话就差不多300块钱 其实在这个古镇里面的一些民宿啊 也不是说特别便宜 也挺贵的 也要两三百这样子 那还不如住这样的 呃 性价比更高一点的 更加舒适一点的 而且这边看出去的话 就是这个古镇打开窗户站在这里 我觉得在高层就可以看到 远看这样的一个古镇这样子 我觉得就心情挺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啊 就是说如果出来旅游的话呢 就是玩可以玩的累一点啊 在这里打卡那里打卡 但是晚上回来睡觉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睡 因为要有好的休息嘛 呃 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呢 就会休息会休息的好一点 就是什么做起来都顺心一点嘛 就是昨天有个小插曲啊 昨天我在那家民宿的时候 那个冲澡那个落水器那个水压特别的大可能 然后那个水冲的哗哗就跟那个水压棒一样的冲过来 所以就没有特别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愉悦的体验啊 就是不是说特别好那一家 就是说如果 但是呢可能是如果你定的那一家的话 高档一点的话可能就好一点 因为那个是最便宜的一网啊 然后刚刚在这边看的时候啊 连接WiFi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啊 这里它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独户的这样的一个路由器在这里啊 然后它这个是华为的 它这个是华为的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路由器 所以这个WiFi的信号应该会好一些 我去年来的话是没有这个路由器的 那我刚上了下午网连起来非常快啊 5G的就是还挺好的 所以各种体验的话是挺棒的啊 那这一家的话我是推荐的啊 那一家那个平价房不推荐 那一个昨天的那个民宿的话 它有高档一点的 高档一点的话 那个我看了 问了是要220块钱左右啊 然后不包括早餐的 那家的早餐的话呢 不是自如早餐啊 那其实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我感觉还是这里更划算一点 就算是那边高级房的话 因为这边的服务会更好 然后比较的舒适 它可能也是一个商务酒店嘛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很方便 就是去哪里方便 然后打车的话 基本上都是能知道这家酒店的 那还有一个自如早餐啊 那明天呢 懂懂带大家早上去看一看 这里的自如早餐怎么样 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就在这前面 现在是9点钟了 它是早上6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早餐 你看 你看 嗯 进来的时候抱一下房间炮就可以 看不看 还是挺大的哦 然后它早餐的话就在这一边 现在不是那么的多哎 看一看有什么啊 我们 这里有白米饭 一些菜它都已经带回去了 一些菜 因为现在已经起晚了嘛 然后哦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是那个菠萝 然后肉啊什么的 哇 这个也很好吃 然后一些培根 这里其实很多啊 这里还有一个白米粥这样子的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煎鸡蛋啊 一些面包什么的 这边还有一些水果啊 西瓜 那边有一些沙拉 这边还有咖啡 一些啊 ok 这里有咖啡 还有一些 果汁 嗯 ok ok 啊 对这里有好多咖啡 很热情啊 很干净很整洁的 好啦来看看我拿了什么 要了米饭 然后一些菜 鸡蛋 培根 还有一份沙拉 西瓜 水果 还有热牛奶 一杯咖啡 其实它那里还有这个热茶什么的果汁 大家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就可以 是不是很多很丰盛呢 我也觉得这家酒店的这个制作早餐还是挺好的 挺ok的啊 那早上起来的话呢就吃的饱饱的 嗯 然后下午就吃点水果啊 吃点零食 到晚上的时候再吃也都是非常的ok的 好啦 那这期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给大家推荐了董董住的这样的一个清白的酒店啊 就在塔佩门边上走路走过去一分钟就到了啊 很近的 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因为上次住过啊 所以这次来呢给大家拍下来 给大家一些参考吧 如果说大家以后有机会来泰国来清卖 这样子都可以 那董董呢之前也分享过一些在曼谷的一些酒店 我去住过一些酒店啊 如果说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 点个赞 点个关注哦 那董董呢会持续的更新分享啊 分享新鲜有趣的泰国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哦 评论区呢 你可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都可以啦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更精彩哦 拜拜